一显,悬崖绝地古千道,现夫们如何在生死一线中来回穿梭? 一美,普通蜡烛如何能做到富丽堂皇,薄如蝉玉? 一味,八鸟虫鱼,千字百菜,字画如何做尽美食之中? 孙兰寻奇之旅,敬请收看。 美丽中国行,生态乡村游,欢迎来到今天的节目。 今天我要带您走进贵州同仁市的思南县。 这思南的旅游特色可以用这几个字来概括,那就是一显,一美,还有一味。 在思南县黄金水到乌江纵贯南北,这一显呢, 说的就是乌江悬崖绝壁上的古千道。 这里精湛的手工代代传承,这一美呢,说的就是名阳全国的思南花竹。 老话说呀,实在美味,品在香情。 有一种美食,让您吃上就有一种梦回故里的温暖,这就是要您品尝的一味。 怎么样,咱们马上出发,一起感悟思南吧。 大家好,我是重阳。 我现在是在贵州省同仁市的思南县。 思南县历史悠久,素有前中首郡之称,乌江明珠之谕。 在我的左手边,就是乌江。 思南县一通乌江而发展,也可以说乌江就是思南县的母亲河。 我们这次的旅程,就从这里开始。 我们从思南县出发,在乌江市上一路逆流而上。 如果一直这样行驶下去的话,再过60多公里,就会到达尊义市。 在当地有一种说法,千里乌江,百里花廊。 那我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呢,就是乌江百里花廊当中的腾龙峡。 虽然今天的天气并不是非常的清透,但是我们还是可以看到, 在乌江的两岸这些青山怪石,还有远处一些秀美的轮廓。 出门旅游,天气最重要。 可惜今天,江面上笼罩了一层雾气。 不然的话,这绿游游的乌江水将会显得清透无比。 如果您赶上5月到8月份来旅游的话,情况可能会好很多。 不过,也就是因为眼前这薄薄的雾气,为着如狮般的千里画廊,分添了一层水墨的画卷气。 在我们前方这个位置,我们看到有很多的白鹿,那也说明咱们当地的风景,生态特别的好。 而且你看我们这个水,虽然很深,但是依然能够清澈见底。 流传所到之处,白鹿飞翔,也不知是他们闯入了我们的画卷,还是我们打倒了他们的宁静。 而四男的游客,面对眼前的如画美景,常常不知自己身在何处。 是侮辱桃花源般的仙境,还是梦幻中的人间呢? 真是船在水中游,人在画中行。 哇,好漂亮,你看,你看,你看,太漂亮了。 一大群一大群的,然后一起突然就飞起来,然后那个镇是非常的壮观。 为了尽量不打扰到鸟儿们,我们的游船只好绕道而行。 乌江不光有这迷人的风景,自古以来,也是思南县一条重要的水路交通要道。 云南有一个茶马古道,我们思南就把乌江称之为鱼游古道。 正当我们线上眉景时,突然,一阵船公耗子的声音吸引了我们的注意。 一打听才知道,他们是一群长期生活在乌江河畔的倩夫。 在过去,由于贵州境内不能自产食盐,所以只能引川岩入浅。 苏南是黄金水道的重要中转站,而这些倩夫们则在川岩入浅的时代中起到了不可磨灭的作用。 在过去那个没有动力船的时代,如果想要走完这一段水路逆流而上, 就必须靠着这些倩夫们沿着悬崖峭壁的古倩道一路拉上去。 倩道凹嵌在高高的悬崖峭壁上,而且非常的窄。 比如说是拉着满载货物的船只了,就光是行走在这么狭窄的古倩道上,都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 那到底倩夫们是如何掌握平衡和保护自己的呢? 为了了解其中的故事,我们试着组一行,决定爬上古倩道,走近这些倩夫们。 倩道是乌江峡谷中独特的风景线, 堪称乌江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 站在游船上,我们可以看到这段古倩道的全貌。 整条古倩道沿山而建,完全贴着峭壁,宛如一条盘在山间的游笼。 当乌江水位下降时,倩道离水面的距离能有三十多米高,所以又称绝壁之路。 从这个角度看这个古倩道真的特别的狭长,而且我们所能踩到的这个路面真的非常的窄。 你看这个地方,也就仅仅能一只脚踩过去的宽度。 那在我的右手边,就是这些凹凸起来的岩石,那在我的左手边呢,就是乌江水了。 而且在有的地方,这个高度是非常矮的,人是不能直起腰来的。 所以可以想象,这些倩夫们如果要拉一次倩,逆流而上,还要保持着自己自身的平衡安全,还要拉着倩,是一件多么困难的事情。 为了让观众更好地了解倩夫们的艰辛,在没有任何保护措施的情况下,我们设置组的成员行走在这条不足三尺宽的倩道上。 脚下就是二十多米的悬崖,着实让他们惊出了一身冷汗了。 那么究竟,这条狭窄的古倩道,承载了多少年的历史与沧桑?这条绝壁之路,又是怎么修出来的呢? 都是能这个风头,都是能成功,能斩着这种雨,在大坑一坑地打下来的。 春秋战的时候,就有人在这个江岸上修这个青道,然后呢,在明代,它又继续了一次大的修缮,在青代的时候,又继续了一次, 就是大的维修。 乌江,这条承载千年历史的岩游古道,因为有了这群倩夫的存在,而彰显了它人文景观的魅力。 悬崖随笔之上,这条古倩道成为倩夫们几十年来每天避走的路程。 风里来,雨里去,他们用自己的每一个脚印记录着乌江历史的变迁。 在这里,游客常常能遇见船起。 大爷,您今天高瘦? 六十七了。 六十七? 对。 您从多大的时候开始拉船呢? 我十二十十就开始拉船。 手啊,就是常年被这个绳子,然后一直磨,磨的上面都是这些老茧。 对,就是,都拉着皮了,拉船了。 如今在这群倩夫中,年纪最大的七十六岁高龄,从事拉倩的工作已经有五十多年了。 听大爷们说,年轻的时候,他们还拉过二十七八吨重的货船逆流而上。 赶上江水不及的时候,还稍微轻松一些。 若是遇上岸交搁浅了,那可就费劲了。 如今交通四通八达,早就不用拉签了。 那为什么这些花家老人还依然行走在这条绝皮之路上呢? 为了让来往的游客更多了解顾倩道,这些倩夫们在当地政府的组织下, 不定期的为游乌家的游客们进行免费表演,尽量还原当年拉签时的场景。 历史的复原确实吸引了很多游客,而表演也为倩夫们带来了生活上的改善。 以前拉签拉一套能在哪儿走? 以前啊,三十年轻,只能花上五十六块,每天。 那现在呢? 现在是一百四。 过去拉签是一份苦力活。 对于倩夫们来说,原本只为虎口。 但没想到,如今那一串串弃吞山河的耗子绳, 却让游客们感受到了苏南乡村百姓脚踏实地,不惧危险的精气神。 柳小贴士,由乌江画廊早晚拍摄效果最佳。 但因为古倩道士的拉签表演是不定期的,游客来之前可以在网络上进行查看,会当地提前资讯。 喜庆,吉祥,如意。 普通蜡烛如何能做到富丽堂皇,薄如产意。 花鸟虫鱼,切你这百菜,撕画如何做尽美食之中? 苏南寻旗之旅,敬请收看。 苏南的自然景观可不仅仅只有乌江, 温于长坝乡的喀斯特国家地史公园也是一个不错的去处。 景区面积3.6平方公里,是贵州省内最大的势力。 于是地球上同纬度地区迄今发现的发育最完全, 生态保存最完好,出路面积最大, 最具观赏性和科研价值的莲片喀斯特石林。 石林景色多变,神奇俊美,丰富极特,造型各异。 被誉为天然地址博物馆。 这个石林呢,它外面还有森林的这个植被,挺好的。 它给人一种呢,那个人与自然,非常和谐的那种感觉。 这里的人非常好,他们挺热情的。 大家看一下这个石头像什么? 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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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我。 你知道这个洞叫什么名吗? 这个洞不知道啊,这洞叫什么洞啊,对,叫清人洞。 叫清人洞啊? 这个山洞比较小 四面由十块包裹起来 只能容纳两个人 所以当地老乡又叫它情人洞 咱们当地有个习俗嘛 如果土家的泥对篮里对山歌 对上眼就可以在此 这就是我们的豪华丹江 这豪华丹江 也就是说 如果小伙子对上了姑娘的山歌 就可以约姑娘来斗里约会了 因为游客们了解 当地青年男女对山歌的风俗 景区还特意安排了 对歌的表演活动 游客们也可以自由参与哦 有一小提示 市民景区距离县城三个多小时车程 如果坐船去的话 只要四十多分钟就可以到达 在很多地方 往往某座建筑或者某条街道 可以说见证了当地的发展 而在四南县 它就是这里 安华街 安华街有很多古老的传统的手中艺 而我今天要介绍给大家的 是一种跟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而且是纯粹的手工艺制作品 那它到底是什么呢 我先卖个关子 走吧 如果您来四南旅游 建议您来拜访安华街的刘贵贤老先生 他是花竹制作技艺的传承人 今年82岁的他 这门手艺已经做了足足70年了 这对龙凤城祥花竹和凤川牡丹花竹 还是刘大爷当年的获奖作品 特别的精美 而且你看 这每一片的花瓣啊 然后这个叶子啊 几乎跟纸都差不多饱 这个龙的狮子绝 就张牙扶走的 能够腾云家 无忧运又喝的 四南花竹是一种古老的民间工艺 远看极为富丽堂皇 近看 每一片凤雨 龙林 都活灵活现 栩栩如生 甚至每一片花瓣 都薄如蝉意 精美绝伦 凡是男女结婚 他都要对龙凤族 表示龙凤城乡 在四南县 远近的乡亲们 家里有什么喜事 都要在刘大爷这儿 订购花竹 那么究竟 这些富丽堂皇 栩栩如生的造型 都是如何乡嵌上去的呢 你看啊 这一屋子要挡满的 这些花竹啊 多喜庭 这个是竹的配置 加上花 就是花竹了 就是花竹了 刘大爷将模具 蘸上腊油 再放到水里冷去 小心翼翼地 点在竹盔上 一朵花瓣 就完成了 为了做出造型各异的花竹 刘大爷做了很多不同的模具 做得特别精细的这个模具 你看 还有很多这个叶金的这个纹领 就跟真的一样 而且这个薄杜 现在拿到手里 真的是跟纸差不多 只不过就是特别的脆 因为是辣做的 大爷一般要做这样的一个花竹 得用多长时间 随着现代花竹成的加快 现在的人们 几乎已经淡忘了辣烛的存在 但是婚宴中的美满 寿宴里的祝福 传统的花竹 为这一切增添了 超越他本身的喜庆 一位82岁高龄的花竹老艺人 用他毕生的心血和坚持 为我们诠释着 传统文化的魅力和传承 我想这是因为 刘大爷这样的老艺人 对于传统艺术的坚持 这项艺术才能够传承至今 才能不会被我们遗忘 刘小天市 每对花竹的价格在120元至800元不得 因为花竹易碎 外地游客如果想购买 可以用专业的木箱进行包装 但是不建议游购 四南的好家温村 是一个居住着150多户人家的自然村寨 寨子里的人大多以好性为主 寨子是建于明朝景泰年间 距今已有600年的历史了 整个村站的布局 就如同阴阳阳移的太极八卦 一条800米长的勾曲 乘S型穿扎而过 与纵横交错的青石小象相连 小桥流水 重门别户 一走进这里 就让人有一种 男庚女之 自给自足的 世外桃源般的感觉 外面分杂的世界 似乎都与这里毫无关系 这里的宁静和强河 能让您忽然带着一丝的俗实烦恶 在四南县有一种非常精美的小吃 已经有上千年的历史了 它最大的特点就是在美食的当中 能够形成字画 那它到底是什么 到底怎么做的呢 我们去看一看 您这是在做什么呢 我在做花田八 花田八是四南统家族人特制的风味小吃 串面的图案千字百态 各式各样 有自然景物中的花鸟鱼字等等 用刀切开 便能看到清晰的图纹 既是饱腹的美食 也是赏心悦恶的艺术品 大哥我看这有的有图案 有的没有图案 为什么呀 其实都有图案的 只是这种图案呢 它藏在里面的 不信你自己切开试一下 这图案在里面 对 这个还真挺不好切的 到底是什么字 是个符字 咱们为什么要把符字放在里面呢 因为它这个呢 其实呢 我们四南统家人对幸福的一种理解 幸福啊 只能是藏在内心的东西 就是内心的一种感受 李大哥知道 那我们今天要来 还特意备了一份礼物 美丽中国乡村行 对私南 你们这些剂目 是在我们私南做的嘛 究竟这些字样图纹 都是怎么制作上去的呢 为什么整条花田吧 无论从哪儿切 都会有图纹呢 花田吧 花田吧 它必须有花的 先把它卷起来 这就剪了 这图案还没出来呢 它待会自然就出来了 卷好之后 用木片进行按压 每压一下就出一个花瓣 其实我们这个图案啊 主要不是说这个刷颜色 而是我们制作的揉捏的这个过程 对 现在把它搓圆 要搓圆 他说您做这个花田吧做了多少年了 从小就做 主主代代一代一代传下来的 在私南家家夫妇都吃的 现在呢 我们这个就大体差不多了 把它削开 你看这个图案 而且还运开了颜色 这好像真的是花瓣一样 像画了国画一样 花田吧做好之后 还需要上锅 用大火蒸三小时左右 直至蒸熟 说到吃法啊 那可是多种多样的 可以切成薄片煮着吃 也可以放在油锅里炸着吃 或者放在蒸锅里蒸着吃 还可以放在火炉上烤着吃 您瞧瞧 这金黄中透着喜庆 热汤里滚着甜蜜 一看呀 就止不住肚子里面蝉虫了 如果您在煮花田吧的时候 再加上一种特殊的配料 那味道就再好不过了 这特殊的配料是什么呢 我看咱们这还放了一大碗 这是酒酿吗 配上酒酿 再加上一些白糖 在热汤里这么一翻滚 酒香味 加上花田吧的糯香味 顿时弥漫的空气之中 究竟这期待已久的花田吧 到底味道怎么样呢 因为放了这个米酒的原因 它这个味道有点酸酸甜甜的 比这个年糕会是更筋道一些 两杯都有自来 真的还有一个福 晚点还有一个福 花田吧虽然只是当地的 一个非常普遍的一种小吃 但是却能体现着当地人 祈福的意愿和善良纯补的天性 夜幕降临 我们和远道而来的游客们 一起围坐在桌前 我们的停留不光为着这些美味 还为着我们碗里的祝福和吉祥 花田吧不仅折射出了 私南独特的地方文化 也蕴藏着乡亲们无尽的祝福 也有小提示 花田吧便以储存 可以放在水缸中浸泡 也可以放在冰箱里冷藏 私南因因水而生 因水而新 千百年来当地人利用 乌江这条黄金水路 使得私南的传统文化 不断的发展和传播 无论是古前道上的倩夫 还是做花竹的老人 都是源自对于生活的热爱 和对文化的坚持 如果您有时间 不妨来这看一看 看看私南新的文化 美丽中国行 生态乡村游 我们继续出发 如果您去私南旅游 可以乘飞机 一致贵州同仁的凤凰机场 然后转汽车 三个小时就可以到达 省道尊同干县公路 纵管东西 全线27个乡镇 现在也全部通公路了 去往各个景点十分方便 好了 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从这里出发 为今 敬请收看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有请不吝点赞 吗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hi结枪